Hello,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Easy Education 我是黄老师 今天的课呢,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要教的是 Form 5,Form 4 也OK,SPM的 Karangan写作文 今天会看到的题目是 Lanka, Lanka, mengatasi Gajalabuli di sekolah 那么Lanka, Lanka呢 就是有什么行动 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Gajala是病 这是什么病呢 霸凌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 学校有很多霸凌事件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段 这句话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呢 我国的发展 已经随着这个全球化 以现代化 现在可以看到 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我国的发展 也蛮迅速了算 然后 好,同学们看了一点头云云 对吧 那第一个呢 你用到的谚语就是 Bangunan Benchakalangi 指的就是建筑物高耸入云 好,接下来 它不只是高耸入云 而且呢 它建起来是非常的快的 就好像下雨过后生长的蘑菇一样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了什么呢 政府其实有尽力的 想要去提升马来西亚的名声 在世界各地 好 虽然马来西亚还不算 与很多的先进国相比的话 我们不算很好 但是 大家都在努力着 OK 好吧,同学们 在这里呢 阿干的 tapi过后 就进入你的重点 他说呢 这个霸凌事件在学校的 已经激起了许多人的争论 而不把努力就是 人人口中所谈论的话题 好,同学们 这个第一端呢 不管你看懂看不懂 你都把它记起来 因为这样子的开头 适合用在太多的作文上 每一个作文 只要你写的是有问题的 是打抢事件也好 是家里进的事件也好 车祸意外很多也好 你都可以用这样的开头 就好像你要先称赞一下 我国发展 哎,不错哦 然后才来说 其实有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人发现吗 你才进入你的重点 第二端呢 这里我是先解释一下 bully到底是什么 别人的事件也好 就是去震灵其他人的这一个人 他会像弱小的同学去显示 他有多厉害 那男生的话 你知道布老就是一个岛 就好像你一个岛这样 OK 让你孤零零一个人在那里 被格某人的意思 好,在这边呢 蓝色的字 你们可以记起来 它和本南的瓦扎那是差不多一样的 也可以运用在很多很多的作文上 只要给意见你都可以这样用 那 那黄色的字是重点字 在我的意见看来呢 我觉得 父母在这方面 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就是给孩子最早教育的 不管是给予孩子 劝告孩子要做一个好榜样 那以为我们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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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为我们认识呢 孩子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与父母在一起的 因此呢 父母就应该要给孩子很好的榜样 而且是时时刻刻 然后你可以给例子 就好像 当我们尊重别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分 他的种族 他的宗教 他的年龄 还是他的社会的地位 等等 如果不是 这种族 这种族 可以代表 成为 《getam》 tidak能够 教育 孩子的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情况 就可以用这个言语来形容 旁边是没有办法 教孩子之心的 因为他自己都很行 怎样叫孩子之心呢 下一段 那从上面的 一直延伸到现在 来分析的话 父母呢 其实他应该也要灌输 孩子这个道德价值 还有宗教信仰的 这一些概念 这样子他们才会有 良好的品德 不管是对谁 Tanpa pegangan dan担任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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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 没有 这些很好 完善的 宗教信仰的 他就好像 一个 失去 船长的 船 OK MISLE FANGSYANG Mereka yang berpegang kepada agama akan sentiasa diingatkan bahawa buat baik berpadapada buat jahat Yangangsekali 意思就是说 要是你有这个 宗教信仰的话 你会时时刻刻 提醒你自己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好事多做 坏事千万不要做 Jika Mereka membuli orang lain Mereka kan dikena kan hukuman yang setting ba 那要是他们 欺负别人的话呢 他们一样 也会接受 同等的惩罚 OK 我们说的 Karma 因果 下一段 Bertitek tolak daripada itu Pihak Sekola juga memainkan peranan yang penting dalam usaha membentung gejala buhli 那这一个 蓝色的 就是一般的 本来的 Wachana 以前你都会用 Seline itu di samping itu 现在可以改用 这个 校方呢 也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 在解决 这一个 霸凌 事件 上 Halini 因为 apabila 一位 学生 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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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是因为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是要受到 学校的规则 的约束的 Pelajar Pelajar yang didapat melakukan amalan bully hendak la segera diberi counseling dan Pihak Sekola hendak la menghubungi ibu papa Pelajar berkenaan 那 要是 这个 学生 有发现 他 其实 有参与 这个 霸凌 事件 的话 必须 马上 给他 接受 辅导 课 还有 就是 校方 一定要 联络 该 学生 的 父母 Selain itu Pihak Sekola tidak wajar menyembunyikan kes bully dalam kalangan pelajar daripada pengetahuan pihak jabatan pelajaran agar mereka dapat mengambil tindakan yang sewajarnya 那 除此之外 消防 不应该 帮忙 去 隐瞒 这些 事件 不可以 怕 给 教育 部的 知道 因为 如果 给 他们 知道 的话 也许 他们 懂得 采取 更是 当 pelajar pelajar 不 perlu memili tawan yang baik 那 无可 否认 学生 本身 也 要 谨慎 的 选择 朋友 hal ini kerana rakan sebaya juga boleh mempengaruhi tinggal laku seorang pelajar 那 sebaya 是指 同年 龄的 这是 因为 你 同年 龄的 朋友 当然 不只是 同年 龄 只是 我们 参得 大多数 都是 我们 同年 龄 这些朋友 也会 影响 你的 一句 动 Pelajar perlu diberi kesedaran tentang ciri-ciri rakan sebaya yang baik 那 学生 本身 自己 要有 那种 信觉 到底 一个 好的 朋友 应该 具备 什么 样 的 条件 Pelajar juga perlu mengelakkan diri daripada berkawan dengan pelajar yang nakal dan mempunyai tahap disiplin yang rendah dan beremosi negatif So 学生 本身 你 自己 你要 避免 去 结交 一些 比较 调皮 或者 是 自律 很 低 的 朋友 还是 有 情绪 非常 不好 的 朋友 Pelajar haruslah ingat bahawa kawasan sekolah merupakan tempat untuk menimba ilmu pengetahuan dan bukannya tempat menunjukkan kuasa terhadap pelajar yang lain 所以 同学们 你 自己 要 知道 学校 是 一个 给你 吸取 不是 让你 向 其他 弱小 学生 示威 的 地方 sebagai intihah semua pihak haruslah menggamblang tenaga dan bekerja sama bagai ao dengan tebing untuk menelakkan case buli di sekolah daripada terus berakar umbi sebagai intihah 你们 平常 用的 kesimplanya 还是 conclusion 也就 换掉了 这也是 总结 的 意思 总的 来 说 所有的人 都应该 要 团结 就好像 这句 谚语 这个 主 你帮我 我帮你 互相 帮忙 来解决 霸凌事件 不要让他 再根深 地固 所以在这里 他说 你采取的行动 不应该是 三分钟 热度 要不然的话 你所 才权行动 是 徒 劳的 那你 撒 盐 到 海底 是 完全 没有 帮助的 所以 有智者 是 进 成 我们 一定要 记得 这一句 言语 这样子的话 就是肯定 一个最好的结局 就会是属于我们的了 好了 同学们 这个最后一段呢 你也可以背起来 因为它也可以运用在 许许多多的 作文上 好吧 同学们 今天的课 我就交到这儿 你们的头脑 是不是快爆炸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